刚刚宣布内战告一段落的中非共和国传来新的消息 本是中国投资者所有的金矿遭到俄国佣兵抢占 一起来看看情况如何 近段时间以来 位于非洲中部地区的中非共和国内战终于宣布告一段落 这场持续时间已经半年之久的内战 导致了大批在当地经营生计的中国企业和商人外逃 而在内战暂时告一段落之后 此前为了躲避战乱而匆忙离开的中国企业与商人纷纷回归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此前在中非共和国经营矿产生意的中国矿主们 发现他们的金矿已经被一群俄罗斯雇佣兵武装占领 面对这些全副武装的彪悍俄罗斯雇佣兵 中国金矿主们前去交涉 想要讨个说法出来 但最终的结果却更加令人意外 原来这些金矿的采矿权已经一手 被中非共和国政府转手卖给了俄罗斯著名雇兵组织瓦格纳集团 这才有了金矿被俄罗斯雇佣兵武装占领的一幕 据中非共和国当地媒体乌鸦网消息 一名接受了该媒体采访的中国商人表示 他名下的金矿位于中非共和国中部的恩达西马地区 在4月初的时候 他得知了中非共和国政府军已经击败叛军 收复了早先被强占的金矿 他随即返回开始准备组织复产 并于4月底的时候正式恢复了金矿的正常生产运作 但没想到的是在金矿复产仅仅数天之后 5月初之时 一群总兵力数百人的俄罗斯雇佣兵 便分成50辆军车强行闯入矿区 武装接管了矿区的控制权宣布占领 不明所以的中国金矿矿主 没有被全副武装的俄罗斯雇佣兵吓退 鼓起勇气的与带队的俄雇佣兵指挥官进行了交涉问询 在俄雇佣兵指挥官亲自出面说明情况之后 中国金矿主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在中非共和国的金矿开采权 已经被政府一手出售给了这群雇佣兵所隶属的俄罗斯雇佣组织瓦格纳集团 所以俄罗斯雇佣兵是名正言顺的前来接管金矿 严格按照当地法律来说 并不存在非法占领行为 并不觉得自己理亏的俄雇佣兵指挥官面对采访时也表示 他们接管金矿控制权的做法合情合力 是中非共和国政府将金矿开采权卖给他们的 自己只是带人奉命行事执行命令 后续的报道揭露了该事件的更加具体情况和细节 原来在中非共和国政府军此前平定叛军的过程中 来自瓦格纳集团的俄罗斯雇佣兵们 为中非共和国政府军提供了强有力的直接支援 据中非共和国登地媒体报道消息 在该国境内作战的俄雇佣兵 是自叙利亚境内转场至南苏丹之后再入境中非共和国 人数至少有500 并且携带有武装直升机 步兵战车 装甲运兵车等重型武器 这些来自叙利亚境内的俄罗斯雇佣兵战力彪悍 拥有大量的实战经验 在截入中非共和国内战的短时间内 就协助政府军扭转了局势 一举击溃了叛军 中非共和国当地媒体的报道中 形容俄雇佣兵对待叛军的作战方式可怕而残忍 大量使用在叙利亚对付恐怖分子的战术战法 背负叛军称 俄雇佣兵部队的猛攻 给他们所有人留下了恐怖的阴影 战局虽然得以控制 但是摆在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面前的 却是俄军 雇佣兵连续作战三个月 包含雇佣费用 装备损耗费用 人员伤亡补偿在内的 共计1270亿西非法郎 约合2.37亿美元的天价军费 对于并不富裕的中非共和国来说 这笔钱相当于该国的十分之一GDP 刚刚结束内战动乱 百费在兴之下 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面对俄罗斯的催款 当初主动邀请俄罗斯 进入内战的中非共和国政府 没有办法 只能以国内的七处大型矿产开采全底债 交给了协助政府军作战的 瓦格纳集团处置 我们中国真的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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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尚不清楚该事件后续会如何处理 但是在而雇佣兵已经形成实际占领的情况下 金矿的所有权恐怕很难再回到中国投资者的手中 我们中国真的太厉害了 只有我们中国臣bros 我们中国韦兵 我们中国传Years 然 «宖习 舞» 金矿 舞臣 H 熊 天 续